大家好,一如我估计,今天讲股在低位,有好友大户入市支持的 现在收到市了,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形势 这里是20只最多成交金丫股票,我们看到表现上是荣辱互建 不过,除了今天上市的京东之外,阿里巴巴没有升跌之外 其他在头那几只都是暴升的 而其中有腾讯,中芯国际就創了52抽新高 成交多的股票,讲完之后,我们看看这里 就是资金流向,今天是录得正主动买入101亿港元 不错,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录得正主动买入 而今天的大户主动买沽比率是58比42,也很好 看看这个势头会否维持下去 期指的小时图,收市前你见到 其实是下午开始的,你见到保力加通道缩窄了 限制了价位的波动幅度 而指标方面,MACD一直没有转弹过 不过我还是觉得要让STC%K 离开了我叫升离 这个%D价位才有机会往上突破 最后看看,现在的美指期货是3107.12 那我打回刚才香港市场4.3的一个 人手打落是3098.88 OK 以4.3当时计算 美指期货当时是下跌37点 现在香港收市后升回了 港股价值24,217点 大外的收市位24464,明显偏高1.05% 甚至比恒指期货的加权平均数 都是要更加好的 那代表什么? 代表今天好友大活真是非常积极 今天的分析到此为止 明早见